一,那些年遭得捏说不完,讲述人,刘培莲 三十六岁的父亲,十二个弹孔 我是福陵马武镇的人,家就在离街很近的新院子,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门窗上到处都有雕刻,现在基本上毁完了 一九五零年我十一岁,妻子妹中我是老二,哥哥在外读书,家中我就算老大 我爸爸刘继之当时在福陵师范学校教书,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家里有我妈妈王泽厚操持 我们家的田土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有五弟兄,分家时每人分二十弹租的田土,后来有的败了家 比如我们爷,但我们家搞得好,到解放时已有一百弹租 搞减租退压时,我妈妈说,招租收租都是我,不关留记职的事,你们不要找他 他一直都在外面教书,本来,我爸爸应当莫得士,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当老师的人 就是在乡里,爸爸口碑也非常好,因为他做了许多善事 比如为了防止添花,病,他免费为周围的农民种牛豆 就在我家里,我妈负责消毒,爸爸在乡民们胳膊上画小十字,然后种豆苗 还有,他在外面的大路上置一口缸,摆上十来个碗,一个木瓢,每天请人挑两挑开水倒在缸里,免费供过路人喝 每到赶场天,他就在路边放上红药水,紫药水,十滴水和药棉签,供那些碰伤了或肚子痛的人使用 他还办了一个私塾,免费让店户的娃儿来读书 现在共产党的贪官们贪了那么多钱,做点好事,没有,想做都不敢,怕别人问 你那些钱从哪来的,我们家的店户和四周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想整他 但是,我三爷爷家的一个店户,一心要整我爸 他认为,在他同我三爷爷闹矛盾时,爸爸帮三爷爷说了话 此人是个土改积极分子,他坚持把我爸爸从学校抓了回来 逗我爸爸时,工作队的干部叫贫下中农上台揭发他的罪行 默认说得出来 他们就把我家的一个叫刘仁和的店户推上台去揭发 不料,他在台上说的都是好话,比如他说,刘继直这个人对人不错,就说我们在他家吃饭吧 中午只要把肉吃完了,他一定要叫家人晚上再煮几块腊肉,工作队的人见识不对,赶快打断他,你下去休息会 其实,地主同店户的关系,哪里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吗 我们同店户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就说刚提到的刘仁和,土改后一直同我们往来,直到他九十岁去世 他的孙子前几年,我还把他安排到了重庆 在我爸爸被关押期间,不断有农民在被楼里装点肉和菜,悄悄送来,叫我二妹拿去给爸爸吃 正在爸爸关押期间,妈妈生了我最小的一个弟弟 我在家照顾妈妈,洗尿布,每天给爸爸送饭的任务就交给我九岁的妹妹留陪方 一天,给他送的饭没有吃完,剩饭又让妹妹送了回来,勘压他的民兵比较同情爸爸 管得不严,也莫检查 爸爸在剩饭里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妈妈和我们每一个子女的名字 还有这样几句话,要信赖政府,依靠群众,劳动改造,务父我忘 最后写的是,他很喜欢菜园爸那个地方 菜园爸是我家对面的一个小山堡,不知爸爸提到他是啥子意思 我们家子哭,爸爸写这个纸条到底是为啥吗 我们还不晓得他要遭枪毙,不晓得他是暗指死后把他埋在哪儿 他们找不到爸爸任何罪行 但那时正是共产党大屠杀的时候,莫罪行就编造,说他参加过什么九路军,开过一个黑会 爸爸在牢中已经知道了他要被杀 他设法叫街上的和二婶给他送一大中冷米汤 和二婶是马五街上做瓷巴生意的,同我家关系很好 那天,我到坡上洗尿布,看到街上又在开工盼大会,广播也在吼,一问,说是又要枪毙人 我回到家,对妈说 妈,今天街上又要枪毙人 热闹得很,当时我们都莫想到会有我爹 我们都认为他不会被杀 记得刚解放时,有一个亲戚叫爸爸到外地去,说他属于共产党的专政物件对象 爸爸觉得好笑,说,我走啥子,我没做过任何坏事 正在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裴莲,快点出去 你爸爸已经押出去了,要遭枪毙 你妹也被关起来了,我赶快往外跑 我妹为啥被关起来,她像往常一样给爹送饭 正好爸爸同另外十一个人起,被押往刑场 那十一个人都是五花大绑,只有我爸爸莫遭绑 妹妹跟着追,边追边哭喊 爸爸呀,爸爸呀,爸爸转过头来说 方,你回去,回去,妹妹还是紧追,一路哭喊 民兵们认为影响不好,把他关了起来 流培连泪流满面,我正往街上跑 隔壁三爷,屋里的人拦住我 说,你跑去有啥子用 你去找几根杆杆 想法,把尸体抬回来 我掉回头,去砍了鸡根竹子,找了灭绳,赶紧往刑场走 马五有一个以前跑马的坝子,土改使用做刑场 我赶拢坝子时,正好枪响 民兵不准人靠拢 当时是三月份,胡豆有二尺多高 我趴在地上,从胡豆丛中往里面爬 我爬进去,看现十二个人东倒西歪倒在地上 杀完了人,民兵们就走了 我边哭边喊 爸,爸,爸我扛住竹竿 在尸体中转来转去 心中着急,泪水又蒙了眼 一时没有找到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 不到十二岁,没找到爸爸 心里静一下高兴起来 以为他莫被枪毙 这时,听见有人问 裴莲,看到你爸爸没有 我说,没有 你好生看 我抹掉泪水,又找 这下看见了一看 现他脚上穿的那双布鞋 那是我妈给他做的 爸爸穿的长衫子 脸朝下扑在地上 我想把他翻过来 气小,翻不动 击个大人来帮我 其他人是打的头 但我爸爸是打的身子 我看爸爸身上没有血迹 胸前有十二个小洞被打了十二枪 喂食魔,打着魔多 行前他喝了一大中冷米汤 就没流血 行行的人见 他不出血,就不断地打 我们用竹竿把他抬回来 妈妈抱住刚出生的婴儿 带住我们一群丸跪在地上哭 这个时候血水从弹孔里流出来 滴滴答答滴在地上 是我们的店户来帮我们安埋 没有棺材 只好把楼板撬下来 钉成一口侠下 薄棺材 草草安葬了爹 我爸爸四十三十六岁 他一辈子莫干过一丁点坏事 二,爷爷之死和二叔之死 爸爸死后一个月 我爷爷也被他们从福陵县城抓回来了 爷爷叫刘富亨 他生的仪表堂堂 以前是专区的禁烟总督 还同蒋介石和过影 相片就挂在县城爷爷家的墙上 爷爷也同刘伯承关系很好 刘伯承曾经叫爷爷跟他走 爷爷没有去 爷爷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他当那么大的官 从不贪污受贿 完全不像眼下这些共产党官员 他生活很简朴 只同婆婆 一个丫头三个人过日子 爷爷被抓回来后 先没有关押 当时他六十多岁了 没生活来源 只得同婆婆一道胡火柴和卫生 莫多久 一天晚上 一帮人突然闯进来 把他抓走了 爷爷被押到福陵县中关起来 准备就在那儿枪杀他 当时 我哥哥和表哥表姐都在县中读书 枪毙爷爷那天 哥哥和表哥表姐正要上台演一个剧 天堂和地狱 哥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绘画 乐器样样都行 在剧中 哥哥扮演一个地主的儿子 表哥演一个远景 表姐演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 那天 哥哥的一个姓和的好朋友 一出身后 一哥哥说 陪生 今天要枪毙你爷爷 你要坚强点忧 你要是流泪 你的前途就全部毁了 哥哥正在台上演出时 枪响了 哥哥一惊 马上想 千万要稳住 绝不能哭 要演好剧 那天之后 学校给哥哥发了助学金 说他分清了阶级路线 表现好 后来哥哥对我说 陪连 当时那个滋味好难受啊 他说 要是流了一滴眼泪 就要付出被子的代价 他告诉我一件事 有一个地主被枪毙后 他妻子上去抱住丈夫的尸体痛哭 说 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你啊 你被子没有做点坏事 刚杀完人 正离开刑场的创子 首听见他的哭诉 马上返回来 你敢说共产党不该杀人 一枪 就把那个地主的妻子打死了 哥哥还说了那个地主的名字 但我忘记了 爷爷死后 我二叔不敢去收尸 爷爷只有他和我爸仓两个儿子 他请了两个人把爷爷抬了回来 我记得把爷爷摆在坝子里 不敢抬进屋 有人说 拿床席子裹起 埋了 就是了 什么都不要办 我妈说 抬进屋来 反正一瓶如洗了 怕啥子 一连串的打击 妈没有倒下去 他真是坚强 妈买来香辣纸竹 为爷爷送中 又去翘楼板给爷爷盯了口侠下 再说我二叔 解放那年 他刚好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 他本来要去北京 但他妻子坚决不同意 于是二叔回到了家乡 他一回来 就被弄去挨批斗 其实 我二叔什么都没做 他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 完全是一张白纸 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挨整 二叔后来被弄到马武白糖 里面一个军管煤矿 去布苦力 饥荒年 我们接到他一封信 说他双脚肿了 我妈一向很心痛他 长扫荡母 二叔对我母亲也非常尊敬 妈知道他是饿得不行了 叫我拿一生麦子炒熟后 推成面给二叔送去 还没出发 又接到信 叫我们去领二叔的遗物 说有一件棉袄 我同我二妹边问路边往煤矿走 那个时候虽然是大饥荒 但社会比现在安定 人墨现在这么坏 否则两个女孩怎么敢放心外出 我们赶到煤矿后 既没有见到二叔的尸体 也没有领到他的遗物 那件棉袄不知被哪个拿走了 我们白跑他 不过 管煤矿的解放军给我们吃了一碗包股饭 回来时 天晚了 墨船 过不了河 我同二妹急得不得了 晚上怎么办 这时有一个姓王的年轻 男人一眼没过道合 叫我们到他家去 将就吃点麦粥 住一夜 我们不敢 陌生人 又是男人 他说 小妹 不瞒你说 我出身不好 做点分冬扣西扣 生活很艰难 听了这话 我说 我家成分也不好 于是我同妹妹到了他家 他家人贤惠得很 对人好的很 看到我们去了 他妈说 今晚再去推两碗麦子 做点爸爸来吃 在那个饥荒年 好让人感动 三 妈妈 遭遇土肥抢劫 与土改抢劫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没有她 我们这个家 肯定四分五裂了 土改时 男地主被杀后 女的莫办法 把娃儿东一个西 一个送人 家庭散了 我妈不 她把我们六个子女 都带在身边 一个不送 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打击 她没有到下去 真的不容易 我妈是重庆江北 志平中学毕业的 有文化 解放前爸爸 一直在外教书 家业全部是她经管 记得刚刚解放时 我家遭遇了一次土匪打劫 二十多个土匪夜里 悄悄摸进我家 两个人看守我们 其他人到各处搜寻 金银财宝 妈妈为了脱身 骗那两个土匪说 楼上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两个土匪上楼 妈妈把最多的弟弟 塞给女佣 从后门夺门而去 土匪发现后追出去 冲他开枪 枪从耳边擦过 枪从头顶飞过 妈胆子真大 要是我 绝不敢 妈跑到一个我们的店户家 叫他们聚一节竹子 吹竹筒号 竹筒号在深夜理想起来 土匪们受了惊 飞快逃得无影无踪 那次土匪打劫 我们只损失了一些银元细软 土匪抢劫之后 不久就是土改运动 这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 什么东西都要 金银 首饰 衣服 铺盖 桌子 床 全部家产被整收 搅得浅浅浅浅 这还不行 反正说你地主不老实 还有东西没交完 他们把妈妈和婆婆 抓去吊打 晒太阳 妈妈怕婆婆受不了 就欠过身子给婆婆遮挡下 民兵一把把妈掀开 骂道 你还敢给老弟阻挡太阳 妈被反吊起来打 她被吊得死去活来 吊了下来十个指头种得分不开 我看见妈痛得在床上打滚 寿刑不过 她只好招了 门槛后面埋藏有十多个银元 那是我藏的最后一点救命钱啊 妈说 这磨大一群小娃儿 今后怎么活 但是土改的土匪们仍不放过 认为我们还有金银没交出来 继续给妈用刑 他们把妈衣服脱光 把一种叫活辣子的二寸多长的毒虫 放在背上爬 妈的背很快红肿起来 生出一个个水泡 妈白天被抓去受刑 晚上同我们几个娃儿抱头痛哭 她边哭边说 这个日子郎哥活得出来 没的东西了呀 哪里去找金银呀民兵 在我们窗下偷听 看我们这个样子 估计我们真的无所有了 这松活了一点 后来又一次吊打 让妈差点走了绝路 我们对有一个叫田济贵的人 既当会计又当保管 她自己坚守自导 偷了队里的骨子 反污陷是我妈偷的 地主妈 反正可以乱整 好欺负 又抓去掉 这次 掉的妈整个手臂全部死血 发污 又痛得在地上打滚 妈绝望了 不想活了 伤伤心心地哭 我命怎么 这磨苦 家里玩一大堆 支撑不了 外面又挨打受气受冤枉 算了 不活了 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坑 以前是个猪圈拆后留下的 当时灌满了水 妈走到那个水坑边 打算跳下去 她突然想 她一寻死那些人 更认为是她偷的 怎么说得清 正在这时 隔壁的一个大叔 看见妈站在水坑边要跳躺 就吼 你干啥子 是我 不得去死 我要看偷去吃的那个人 拉个死 妈说 这句话不止让她开了窍 对 要活不去 不久 她还真看到了 田济柜随后到水利工地 上去当伙食团长 她又顾忌重演 把梁跳藏在屋顶上的瓦沟里 然后谎称被盗 这次公安局的来了 用警犬找出了梁跳 田济柜被撤职 下放到碎洞里去打炮眼 一天 她同三个人走在起 她走中间 一块石头飞来 一前后两个人都莫得势 偏偏打中她 而且正中头部 把整个头打飞了 只剩个梗子装装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 常探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妈活了八十六岁 记得当她听见宣布摘掉所有的富分子帽子之后 倒在床上痛哭 弟弟劝她 妈 算了吗 你活出来了吗 妈想起这辈子的冤屈 整整哭了两天 四 我隐瞒了出身的婚姻 我本来考取了县中 但唯独了一个月就回家了 哥哥说 家里妈拖不动 弟妹多 又小 你一走妈 就没帮手了 我很听话 就不读书回家务农 我和二妹都能歌善舞 在当地小有名气 后来也有机会出去搞文艺 也是为了家放弃了 刚我说 我们家一直没散 其实我弟弟刘培良 还是离家出走过 他十多岁时有一天 对离开社员大会 弟弟肚子饿了 跑回去喝点稀饭 主持会的人 发现他不见了 找上门来 看他在吃饭 张口就骂 贫下中农都不怕饿 你一个地主仔还怕饿 去给毛主席请罪 他们把弟弟抓到会场 强迫他向毛主席 的像磕了二十四个响头 当晚弟弟 伤伤心心哭了一夜 第二天他对妈说 活不出来了 辛辛苦苦干年 分东扣西扣 别人结算 可以挑骨子走 我们无所有 还不敢吭声 我要走了 去找一条生路 我武叔家的一个妹妹 嫁到了湖北 弟弟去投奔他 但又落不到户 天天去歌颅 伪晒钱了卖 弟弟从小特别喜欢读书 成绩非常好 情愿饿饭都要读书 后来他待不下去 那边也说他成分不好 他只得又回来 我读到他哥鲁尾 那段日子写的日记 伤心的直掉了 我年龄一天天大起来 也有人来说没 哥哥叫我不要忙 考虑个人问题 把弟妹们带大点再说 我很听哥哥的话 随便哪个来找我谈 我都说不耍朋友 当然也有看上我后 听说我是地主子女 就退缩了的 我们院子徐婆婆有个侄儿来 看现我坐在院子里绣花 她一下看上了我 对徐婆婆说 那个女娃好可以漂亮呀 徐婆婆说 她是地主子女 她侄子是军人 说了声可惜就不再提了 1960年 我21岁 那年到重庆黄角压 我们一家 每一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是同了一爹共过世的一个社队干部 叫张志强 我看就不同意 以前人家给我介绍的都尝得不错 而张志强弯腰驼背 我几百里路走来找一个驼背呀 我不干 要回去 薇姨把我拉住 说 你这个死女子 你成分不好 啥子都不好 人家那么好的政治条件 我说 政治条件好又怎样吗 我还是不干 每一拦住我坚决不准走 当天就住在张家 在张家 我看到他家很有教养 各方面有条有理 是个有家教的家庭 那一夜我通宵默睡 什么办 虽然家教不错 但人我确实看不上 第二天一早 我就给妈写信 然后等回信 等星期间 我帮他家做事 他们发现我很能干 都很喜欢我 于是更希望我嫁过去 这个时候快过春节了 我坚持要回去 那时 要开通行政才能上路 我去找张志强 他很老实 虽然不愿我走 还是帮我去开了 那天晚上 他的大姨又来劝我 他说 他有个老表 也是弯腰驼背 没有人看得上 但就社会 可以拿人去打样仪 就是相亲的时候 找一个 长得好的去见姑娘 把女方骗来结婚 婚礼后女的发现 丈夫不是相亲的那个男人 是个驼背 就哭 但是后来那女人很有福气 生了好多个 家里搞得红红火火 她大姨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 最后 我终于点了头 第二天是星期天 办结婚 登记的人不上班 但他们有关系 专门去把那个人 找来给我们 办了证 我当然没有说 我是地主子女 我舅舅叫我千万不能说 只说我是中农出身 本人成分是学生 本来绕不过千户这关 但我运气好 我有一个高我级年级的女同学 她同派出所办户 迁移的民警关系很好 于是打了一个假证明 说我的迁移户 在路上被小偷摸走了 并证明我是中农成分 我把证明拿给张志强 她是主任 关系署 很快就把户口上了 莫人知道 我的真实成分 我在队上搞保管和妇女工作 他们动员我入团 我坚决不干 一入团就要调查出身 就要露马脚 我当时有一张爸爸的照片 也藏起来 不要他们看见 照片上爸爸完全是个知识分子 看就不是贫下中农 张志强 那一年我们在区上学习半个多月 是党员的 只要娶了地主老婆 马上到区法院办离婚 好几对立马就离了 不离的就开除党籍 刘培莲 今年后张志强意外地发现了 我不是中农出身 过程你都晓得了 他回来问我 你爸爸这么年轻就去世了 是郎哥去世的 我说他流鼻血 张志强 听后没有反驳我 从此一直不提 这个事 他怕伤我的心 好多年后 直到宣布的父全部摘帽后 我晓得原来 他早就清楚 采访时间 2006年6月4日 地点 仲庆南岸区黄角压镇老厂 采访后继 两个多月前 采访张志强时 意外地得知他妻子是地主子女 其富途改被杀 我当即就想找他 不巧他不在家 两个多月来 朱氏繁忙 无暇抽身 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6月4日是周末 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过江 上山 又来到他家 在张家豪华别墅的宽敞客厅里 刘培莲一口气讲起了往昔的苦难 条理清晰 讲述流畅 显然 过去的一切 深深烙印在他心灵上 当讲到父亲被押赴刑场 妹妹追逐呼喊时 刘培莲满面悲戚热泪盈眶 整个身心飞跃时空 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血腥的年代 共产党当政的这半个多世纪来 有多少血腥的枪声 土改的枪声 文革的枪声 六 四的枪声从偏远的乡村直到天安门广场 共和国杀人的枪声此起彼伏 在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里 我记下五十五年前的枪声 不是为了仇恨 而是为了民族苦难的记忆 和对那些无辜王灵永不忘却的纪念 血红的土地 从土地革命 山卵 江河 荒漠 高原 森林 一时间 烧田气 豆土豪 沙地妇 火烟滚滚 大沙生生 到1928年1月14日至 锦海风险 即烧毁地主田气 四万七千一百一十八张 租部五万八千零二十七本 到2月 海风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 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 陆风县占40%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接下来便是井冈山土地革命了 1928年12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该法依然决定没收一切土地 1931年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该法改没收一切土地为 所有封建地主 豪申 军阀 官僚 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 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 从没收土地案 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理由一直都很神圣很崇高 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使贫苦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 让耕者有七天 中华三千年 为有之大变局真的到来了 天上突然掉下一个 大献饼 凭空得到了别人的田地和财物 该感谢谁 当然是大救星共产党 那么 既出于感激 更出于要保住献饼 当然得跟共产党走 参加红军兵支援前线 土地革命如火如土 中国共产党辉煌九十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协道 土地革命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 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 成为独立的主人 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 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取利益的 因此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 参加红军兵支援前线 比如 在湘厄干根据地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 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三万多人 翻身农民以食物上缴的土地税 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 农民还经常以粮 肉 鸡 鸭 布 草鞋 香烟等未劳红军 第八十页 把别人的土地财物抢过来 分给他人 也包括给自己 再让他人既为自己卖命贫杀 又为自己提供后勤供给 同时 自己又博得杀富济贫 解放民众的美誉 土地革命 剑树雕 于是 弱小的幽灵四两拨千金 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能量 正如毛泽东所说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 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 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 为助自己的利益战斗的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一百九十页 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 国共合作 据共产党说 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 于是 在这特殊时期 共产党把激进的没收土地 改为了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 1942年1月28日 中共通过了 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实行地主减租减息 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这种权宜之际的温和 绝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的本性 果然 当抗战结束 国共争斗又起之时 打土豪 分田地这个土地革命法宝 立马又被启用 战争动员需要仇恨 为了挑起仇恨和阶级仇杀 把农民拴在中共的战车上 中共发起了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来势更猛 地域更广 涉及的人口更多 近亿人 从1946年5月4日的五四 只是到1947年10月10日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共不仅重返没收地主 所有土地的老路 而且斗 打 关 杀更为惨烈 在解放区明朗朗的天空下 一时暴风骤与艰辛风血雨 中国社科院 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杨奎松说 1947年 春天开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激烈斗争中 不仅化阶级标准不清 而且乱打乱杀极其严重 几个月时间 就造成了25万人被杀 大学论坛第53期 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 2011年6月3日 中共搞土改 为什么要大开杀戒 这种暴力手段 对中共夺权之前的指兵 建政之后的立威等起什么作用 我将在下一章讲述 在1947年血流成河的土改中 双手沾血 分得土地的农民 被捆在中共的战车上 为其出生入死打天下 1947年8月29日 新华社在学习禁环日报的自我批评 社论中指出 现在我们是处在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之中 中国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 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就是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 首先是解放区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 这个彻底解决就是通过杀人 彻底夺取地主的土地和平分土地 中共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抢来 边分给贫农 边发动他们打 杀地主 干了这种杀人越货的事之后 共产党告诉农民 要阻止地主们暴富 要保住分到手的田地 必须彻底搭倒地主阶级的总后台蒋介石和他的军队 当时解放区流行的一个号 就是保田参军 946年10月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说 三个月的经验证明 反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5月4日的指示 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 农民即和我当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反执行的不坚决 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 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 不论战争如何忙 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 刘少奇直接了当地说 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 打倒蒋介石 刘少奇年谱第84也 所以 共产党要疾风暴雨般地搞土改 把土地分给农民 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 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共产党能在短短的三年里 打败强大的国民党 自然有多重原因 对此 不少学者已经有成熟的研究 在这些原因中 调动或者说绑架 千千万万农民参军打仗 踊跃之前的土地革命 是共产党夺得江山的重要原因 法宝 重庆市武技校的李恩章 是当年参加了解放区土海运动的工作队员 他说在解放战争期间 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里 多来分给农民 告诉他们 你们之所以贫穷 就是因为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你们要保住分到手的土地 必须彻底达到剥削阶级 和他们的代表讲解室 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呀 土地是命根子 拼死也要保 那个身军之前叫永越 打起仗来一个个奋不顾身 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 同那些无数要保卫土地 不怕牺牲的农民士兵 有极大的关系 见笔者 长寿胡 一书第八十七页 在三年卫战期间 仅在东北 参加共军的农民 就有一百六十万人 在淮海战役中 仅之前的民工 就有五百四十三万人 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内战中 鼓动如此众多的民众 为他卖命 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 使其阿拉丁神灯 1936年 毛泽东在延安回答 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 关于革命 农民及土地等问题的提问是说 谁赢得了农民 谁就赢得了中国 谁解决了土地问题 谁就赢得了农民 斯诺眼中的中国 第四十七页 中国学术出版社 毛泽东赢得了中国 因为他和他的党用暴力的 土地革命赢的 绑架了农民 二 土地改革 作文天下的绝招 1949年 共产党以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 夺得了天下 按理 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 暴风骤雨 尖兴风血雨的土地革命 可以修了 不 一场更大范围 更多残暴 更多血腥的土地革命开始了 只是 这时不叫土地革命 而是把几年前解放区 用的名称搬来 叫做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字面上很好理解 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 要进行改革 中共的土改理论 欺骗天下的谎言 1922年 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召开了 远东各国共产党 及民族革命团体 第一次代表大会 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 要将土地从不劳而始的人们 手中收归 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孝明在 刘少奇与静遂土改 一书中写道 这次会议对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是非常新鲜的 会议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到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 就是要打倒军阀 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 这次会议是中共关注土地问题的开始 而后来 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是脱胎于此罢了 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 是很难产生如阶级斗争 剥削压迫 无产阶级专政 解放全人类等等 一大套理论的 但有了十月革命声炮响 有了苏共这个老师 有了祸害人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大地上 一种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 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借马列这个外来的幽灵 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游荡 他识破天津地诊断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中国有一个残酷剥削压破农民的地主阶级 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年前言中写道 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 使广大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残害 剥削和压迫 生活极端贫困和出于破产的境遇 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 贫穷落后的根源 反动的封建社会 残暴的地主阶级 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 灭剥削压迫 这些话语 即使中共宣讲了一辈子的革命理权 但这些刺封的土地 只能继承不能买卖 封役中的老百姓 农奴 莫有土地所有权 不能自由迁徙 对封建领主有一负关系 贵族地主 对他们则有随意处置的权利 甚至有出业权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 如果国王侵犯封臣的权利 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 各种手段反抗 中国从秦到清的社会结构 显然不是这样的封建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建立了郡县制 从此以后 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 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 普天之下 穆非王土 率土之兵穆非王臣 皇帝一言九鼎 军令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同西方完全不同 毫无封建可言 还有 中共常说的一个词 是封建专制 其实 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 恰好就是用专制来克服的封建 先是英国 后是德国 因此 把这两个合在一块说很滑稽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 中国经济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 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才艺或庄园经济有著本质的不同 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 不必依附别人 除了向国家纳税 包括姚义 再无其他义务 冯天瑜教授提出 将先秦至清朝两千多年统称为封建社会名 石相礼 因为 这个阶段的显著特指是 土地可以买卖 转让 地主 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 专制主义的 君主集权制覆盖全社会 冯教授说 中 西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欧的土地不可买卖 而中国的土地则可以自由出售 因而地主阶级不是封建产物 现封建社会在认识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 2006年10月14日 著名民国农业经济学家董事近载 我认识的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 以文中说 中国的情形同西方 窘乎不同 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 租电是自由的契约行为 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 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 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 说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 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中共硬扳马克思的社会划分 发展出了一个错误的封建社会和荒谬的封建地主剥削理论 于是从1931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再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共都强调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同封建社会存在了2000多年 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因此 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便是要没收地主土地 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区域 还有恋在家里是没有收封 сначала 你可以样吗 对